几年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曾经流传一则幽默的帖子 上面有张图是清朝的小臣子在向主子禀报 老佛爷洋人来帮我们修铁路了 这是一段铁路建造的血泪史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心 穷困的中国曾经模仿英国要建造铁路 但是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二是跟欧美列强借钱来盖的 但只是差不多一个世纪角色就兑换了 中国网友Kuso恶搞的把同一句话的场景搬进了英国皇宫里头 那你看到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风水轮流转现在是英国在拜托来自中国的洋人帮他们修建高铁 目前正在施工的英国伦敦到曼彻斯特超级高铁 就是中国有份投资和提供技术成建的工程 那证明现在中国建造高铁的技术已经被欧美大国认可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 今天来到了最后一章 特派记者韩素婷 庄文杰达上了今年 才上线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高铁列车复兴号 感受目前在地表上最快最高每小时 可达到350公里的速度与激情 我国媒体团从杭州出发前往北京继续采访行程 号称是亚洲最大火车站之一的杭州东站万毒传动 脚步急促 人们拼了命赶高铁 这跟杭州原有的慢活 失忆形成强烈对比 下午一点整的班次准时开放入掌 搭高铁也讲求严格纪律 旅客只有15分钟上车 没人敢在月台上怠慢 说好一点发车 很无情 车门一秒都不等 从杭州东站到北京南站 全程近1300公里 几乎来回一轮南北大道 开车13.5小时 准备坐到屁股冒烟 搭飞机2.5小时 但票价最低2100人民币 1300令吉起跳 改搭高铁 5小时44分 票价只要540人民币 比飞机省三倍 比开车速度快超过一倍 低成本高时效 开启中国高铁运输 新时代 2008年当时高铁的票价 对我们来讲 比传统的铁路 还是贵很多的 我们也许然觉得做不起 当你做了以后的话 你就自然而然的 不自觉的就会选择高铁 它确实是非常的便利 还有就是准时 还有就是安全 原本以为 道地北京人 你走是在老王卖瓜 但实际搭上 中国自主研发的 高铁列车复兴号 才知道 什么叫做高速而稳定 复兴号用车走列车 增加了多处 人形化设计 靠茶之人 可以在车上 气品热腾腾的 行坐龙井 不只不用担心 冒烟的热水会乱溅 甚至连玻璃杯 放在窗台上 你看 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水波 再来 车厢内提供免费WiFi 手机使用4G漫游 也不会转圈圈 但你知道吗 此时此刻的复兴号 正以305公里的 时速前进 却让人感觉到 像在平地一样稳定 说好5点44分 一毫没差 安全抵达北京南站 中国高铁创造世界速度 打着交通强活的口号 十几年高速铺完 两万五千公里铁道 占全球高铁总理数 将近七成 下个十年 中国更瞄准 要在高铁技术 质量安全管理上 制定让全球比照办理的 中国标准 傅青号设计的高速动车组 254项重要标准中 中国标准占到了84% 与日本 德国 等高铁强国相比 今天 中国在高铁技术领域 已经不逊色于 任何一位竞争对手 这里是北京六环的顺利区 中国交通建设 难得带媒体 进入中国高铁建设的 机房重地 而在我身后正在修建的 就是从北京通往 沈阳的高速铁路 全长600多公里 建均时间要花五年 而建好之后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 350公里 咱们国内这个铁路 中国这个铁路 要求标准化 尤其是梁厂 要进行厂 叫工厂化施工 质量厂里 每天按照中国标准 进行生产 一条32米大梁 最多三天 一只从地基道 升空的大盾 七天 从钢筋到完成上梁 只要18天 精神高铁开工 只是近三年 689公里工程 已经完成将近一万 这样的效率 拿来对比 已经斩年施工的 马新高铁 计划要用十年 才建好一条400公里 更凸显让世界 望神莫及的 中国速度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 决定建设高铁以后 所以在国际范围内 很多高铁国家 都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愿望 要参与这个项目 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国际社会的反应 也表明这个项目 是一个经济上 和技术上 可行的一个项目 马新高铁 虽然还遥遥无期 但对于有丰富拓展高铁 带动经济经验的中国来说 还是看好 在这400公里上 有牵动五国经济带发展的 黄金优势 但此时的中国 早已经梦想 要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在神州浮原 2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铺设高铁网络 几乎每两年就通一条 预计到了2020年 就能够完成超过 3万公里的高铁铺设 继续追赶 保持高铁强国地位 用时间拼速度 用速度追品质 美意求美 精益求精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当年在中国经历文革十年 那段百业带新的年代时 曾经说过 中国要向美国学习 努力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强国 而这一连五集的系列报道当中 我们见证了过去40年里头 中国在城市发展 科技创新 高铁建设上 跟时间拼搏的精神 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 40年跳跃式的成长 逐渐缩小了 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那现在是放眼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这是中国飞跃的时代 更推动了整个世界的飞跃 那接下来的时间 中国又会为自己和这个世界 写下怎样耀眼夺目的篇章呢 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拭目以待